TVB出了名的口 但面对好题材和好导演 他还是愿意孤注一掷 那问题来了 高投资能代表高回报吗 本期的波罗剧刀刀就和你聊聊 TVB肯花上亿元拍的剧 你看有这个必要吗 能让TVB心甘情愿花大价钱投资的 就是金牌兼制七奇艺 创世纪珠光宝器金之玉孽 都是他的杰作 国内国外到处取景 拍火舞黄沙的时候 他带着一群香港人跑到云川 这事也就七奇艺能干得出来 所以我叫他大忽有 仅凭一个故事梗概 就能让铁公鸡心甘情愿拔毛 拔的最多的一次 就是拍创世纪的时候 让TVB前前后后 心甘情愿的花了1.5个亿 不愧是少美琪爱过的男人 虽丑但有才呀 让我们来看看这部剧 值不值得花这老些钱 有人说TVB拍了很多商战剧 但创世纪是最叹为观止的 细节把握很到位 为了让整部剧看起来节奏感强 演员表现力更接地气 剧本都是当天写当天拍 主打一个情绪不过夜 光编剧团队就有10个人 为了把控商战细节 剧组特意邀请到 香港最专业的金融团队 和地产团队做指导 随时随地跟着市场行情 和最新新闻改 就说现在谁拍电视剧 还这么下苦 竟然花了这么多钱 在演员配置方面 TVB丝毫不敢懈怠 请祝当年的一个 TVB第一届师弟 罗嘉良来演叶荣天 情与小生花蛋 全部代名 随时准备客串 像杨仪 林峰 马国民 这些小龙套在剧中 如果有半句台词 都会在心底里高兴三天 除此之外 古天乐 武器 龙 秦佩 汪明 权 郭可颖 蔡绍芬等人 纷纷助阵 现在估计很难 把这些人凑一起了 按说创世纪的主要戏剧冲突 大量展示在地产和商界 但在夜容天的身上 这些恐怕不算她的情节主线 她的重点是在描绘 夜容天的成长史 而且前半部和后半部 夜容天的性格 几乎截然不同 这也是考验罗家良演技的地方 她的标系技巧 也让郭景安和古天乐受益匪浅 感觉难以超越 我敢说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商战剧 都有创世纪的影子 您认为这1.5亿TVB花的值吗 第二部花费过亿的TVB剧 还得是七奇异拍的 它就是珠光宝器 2008年花了公司一个亿 为了拍好这部 大型豪门恩怨史诗剧作 剧组除了跑遍香港澳门之外 拍到了深圳 东莞 珠海 青岛 上海 西藏 泰国 法国等地趋劲 除此之外 它还是TVB首部高清拍摄的电视剧 演员阵容只能用豪华两个字来形容 TVB为何敢如此有底气地拍这部剧 主要有两大原因 一是背后有金主 二是对剧本绝对自信 当年TVB计划拍这部剧的时候 收到了8000万的赞助费 据传闻 钻石品牌马贝尔赞助费 就达到了4800到5000万 占所有赞助费的60%以上 听闻要拍时装大剧 很多投资方都找上门来赞助 包括青岛方赛事 泰国度假村 拉萨店铺等等 有这么多金主做后盾 TVB当然有底气 其次就是剧本 TVB认为这一定是个大爆款 因为珠光卯气寒沙摄影的 暗示了香港最大的豪门恩怨 这种吸引眼球的题材 投资方认为肯定会成为爆款 而且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珠光宝七拍摄时长一年 一年间剧组发生了不少事 先是少美琪旗下艺人杨明酗酒 闹事被捕 保释后法庭禁止他离港 影响了他出镜拍戏的戏份 之后就是离子弟弟出事 林宝姨妈妈去世 向剧组请假办丧事 最后就是蔡少芬拍戏期间失声 去医院做全麻割除血泡手术 真可谓是杀亲不义 全靠编剧呀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的剧情 也许都是改过好几版的了 情节内容都会有所偏差 不过总体来说 这部剧还是值得大家深思的 轰轰烈烈的豪门内斗背后 暗藏有很多人深思的道理 关键是铁公鸡肯拔毛 这部剧一定有过人之处呀 有时候不见得你投资越大 收益就越高 TVB向来扣门 就在50年台庆的时候 鬼使神差的下了鸡猛药 赤姿一个亿拍了不再创世纪 结果收视率十分惨淡 为了拍好这部剧 TVB招落了一个超强团队 郭靖安阳一临闻闻都来了 可惜就是带不动啊 关键是这部剧 还和内地合拍剧情太注水 整体风格也是在 创世纪的基础上做了延伸 没有太大的心意 可以说TVB花大价钱炒冷饭 结果把锅还给炒漏了 而且在创世纪的商战情节很复杂 稍不留舌就看不懂了 出去取个外卖的功夫 就有几个人领盒饭了 看的人好心累呀 TVB能拿出手的编剧 越来越少 原先那些鬼才编剧都去哪了 别人学长起来关注 发现了TVB的时候 就真的找不到我了